台中大坑九号步道观音亭 有部分休息处不但是违建 长临下来还有崩塌的危险 市府建设局规划改建已经封闭了 但没有想到有人把柵栏搬开 擅自闯了进去 在元旦廉假期间 甚至发现有大批民众 跑到里头去泡茶休息 让不少山友看了惊呼 实在很危险 三五好友来要登山步道终点 悠闲的泡茶聊天真的好惬意 但诡异的事 外围居然被柵栏包围 仔细看原来这个建筑居然是违建 不仅如此结构损毁 还随时有崩塌危险 我跟朋友来一个月了 我们想奇怪已经可以进去了 所以就跟得进去 这样出事呢 这样出事谁负责 这就是大坑九号步道知名的观音亭 尽管违建旁到处都有张贴 禁止进入公告或指示牌 但不少登山客还是闯入休息 但这里的结构不仅倾斜变形 支撑连接处还产生军裂 有崩塌的疑虑才会被建设局封闭 原本这里是封起来的 对 封起来的 然后被民众私自打开 日前疫情逐步解封 大坑山区步道人潮回流 其中九号步道因为老少嫌疑 因此每到假日总是人山人海 元旦廉假期间也不例外 游客们频频误闯禁区 建设局也赶紧派人前往处理 为了加强维护管理 将派人前往 将所有的围林加强雇守 并派人前往巡查 养工处强调观音亭休息处的整修 目前已经进入设计阶段 有望在今年能够动工改建 尽快提供一个安全又舒适的场域 给山友们使用 建设局从陈一杰台中报导 此后 这就是为此